在中国北方一处神秘的高墙内 坐落着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神秘之地 据说这里关押着一群曾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特别人物 就像关押万磁王的特质塑料监狱一样 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经过精心设计 以确保这些特别的人物无法再施展他们的影响力 有人把这里称作失落天使的伊甸园 还有人管这里叫超级loser集中营 他的背后蕴藏了无数显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探索 这座中国最高规格的神秘之地 秦城监狱 要想了解秦城监狱有多么的不一般呢 我们还得先看看中国的普通监狱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2017年美国亚利塞纳州 一位名叫Laura Wallace女士 在当地温尔玛超市买的钱包里 发现了一份来自中国监狱的大礼 里面的内容啊 大概是这样的 亲爱的 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 每天得干14小时 累到飞起 总不让休息 晚上还得加班加到12点 偷懒做是被打的节奏 火石 抹油油 抹油盐 全是空气配方 生病了还得自费桃窑宝 任务不达标 直接就变战利小天使 享受免费的棍棒SPA 在中国当囚犯 还不如在美国当仇物 英国媒体也曾曝光了东北击西劳改所的黑幕 一位犯人自述 这里的生活不光是每天用木板制造筷子牙签 还得经常要露天挖矿切石头 拔钩好 夜间还得被动享受二次元生活 在游戏里打金 据说该监狱大概有300个犯人 被强迫在游戏里打金 每12小时轮换一次 于是监狱强迫犯人打游戏卖装备换钱搞创收的新闻 甚至都一度登上了人民网 监狱的这类创收 不但犯人一分都拿不到 如果不能按时的完成工作量 他会遭到体罚 然而我们走进今天要说的秦城监狱 你会发现这里的规矩 跟外面的世界刚好相反过来 在这里 狱警应该称作的服务员更贴切一些 为啥 因为他们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你没听错 这规定是针对狱警说的 这家五星级的VIP监狱 是由中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亲自下令 并由苏联专家操刀设计 于1958年开始动工建设 他与全中国其他监狱 由监狱管理局管理不同 秦城监狱直接由公安部直属管理 他的建制为政厅局级 也就是说秦城监狱的典狱长 相当于一个地级式的市长级别 和普通监狱空气配方的伙食相比 秦城监狱的伙食有多夸张呢 这么说吧 据说监狱里有一位来自北京饭店的五星酒店的厨师 为犯人做饭 在里面还可以吃到高档的鲍鱼和鱼翅 再说到住宿条件呢 和中国普通监狱12到14人一间的居住条件相比 这里的犯人不但可以独享单间 而且面积足足有20平米 这条件比我自己家的卧室都大了两倍不止 让我情何以堪了 这还没完监狱里配备独立的马桶 洗衣机地毯 囚犯还可以穿着自己的衣服 高级监牢的部分人甚至还可以穿着西装 这种待遇 无疑是将服刑二字的含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说到这一定有人不禁想问 需要有多高的级别才能够入住这样的监狱呢 这么说吧 有些有头有脸的明星艺人 甚至在社交场合会对外宣称自己 曾被关进过秦城监狱 以作为社交的谈资 正如一位专家所言 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 那么什么级别的才能进入秦城监狱呢 历史上这里被关押过的 比如满清要员 日本战俘 国军的陆军上将 文革反革命头目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 甚至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任国家主席的第一夫人 也承设这里的贵宾 可以说秦城监狱的入住名单 简直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 真实的秦城监狱长什么样子 秦城监狱的大门为暗红色的牌坊室 它没有招牌 有两扇三米高的铁栅栏门 两边有侧门 门外加装了一道电动不锈钢伸缩门 门口有几个铁路障 并有武警站岗 一旁的牌子上有着外人不得在门口逗留 禁止拍照等字样 墙顶装有摄像探头 最早秦城监狱只有四栋白色的楼房 编号从条件最低的201到最高级的204 共有400间间房 每个间房有三层楼高 每栋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 楼前有一大片空地用墙围起来 专门用来为犯人放风 秦城监狱里的高级居民 秦城监狱目前入住的主要人物啊 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 有薄熙来 陈良宇 周永康 出卖薄熙来的王志军等等 最近被中共以间谍罪判死缓的澳洲公民杨恒军 在入狱前曾写过一本小说 名叫秦城风云之越狱 书中的内容啊 描述了他本人化名民主小贩的杨文峰 在秦城监狱的图书馆 和曾经全情一时的大人物薄熙来 周永康 徐才厚和令聚化相遇 并密谋越狱的精彩故事 在小说中 杨恒军对那些大佬在秦城监狱的生活 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那么在现实中 这些大人物的生活又过的是怎么样呢 被习近平干掉的薄熙来 在2013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讽刺的是他的父亲薄一波 当年也曾被打成反革命罪 关押在和他儿子同一个监狱 长达十年半之久 香港的《明报》曾报道称 薄熙来每天可以享用 包括鱼类或肉类等食物 偶尔还可以享用山增海味 据香港凤凰周三报道 薄熙来每天的餐饮费高达200元人民币 有时还可以吃到鱼翅海参等特别美食 负责为他烹饪的人 曾是北京酒店的大厨 要知道在2018年左右 中国普通监狱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标准 才300元上下 薄熙来居住的是一个16平米的单间 他可以在里面练习书法 也可以在里面穿西装 另外监狱还为薄熙来配置了专用的手机 每个月可以和家人通话 承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 是目前秦城监狱里最高规格的犯人 他在秦城监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院子 并在里面专门有一块地供他种植水果蔬菜 据南华早报报道 周永康的亲属曾去探视他时 还把他院里种植的水果和南瓜带回了家 曾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财 自2017年7月落马后 也居住在秦城监狱 有媒体称 孙政财沉迷于手机游戏网者荣耀 据传 曾有多次工作会议开始前 由于他沉迷游戏 因为一局还没结束 不肯下车 让十几位工作人员在车外等候 被网友讥讽为 沉迷王者荣耀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另外据爆料 孙政财在秦城监狱里 也因为玩王者荣耀 而被没收手机 而哭得一塌糊涂 看到这我就觉得不对劲 应该送孙政财去殷山监狱打精彩对吗 秦城监狱的第一位犯人 秦城监狱的第一位犯人 他名叫杨祺青 出生于1911年 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红军 他的革命生涯中 一共有三个高光时刻 第一个是在1949年 毛泽东访问苏联 杨祺青被任命为主席专列保护小组的组长 在这次任务中 他逮捕了想要刺杀毛主席的国民党特务 这份勇气和忠诚 让他深受领袖的赞赏 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时刻 是在1955年 为周恩来总理参加印尼万龙会议 担任主要的安保工作 也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嘉奖和赞赏 他人生的第三个高光时刻 便是负责了秦城监狱的建设 他凭借着对安全的深刻理解和多年的安保经验 对秦城监狱的设计提出了重要修改 他的目标理念是打造一个无懈可击的监狱 确保那些特别的客人不能再对外界造成任何影响 可是 万万没想到我 曾是英雄的杨齐青 因为反对江青 把自己送进了自己参与设计的秦城监狱 成为了入住秦城监狱的第一位客人 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八年的岁月 当然更加讽刺的是 关他的江青不久后也入住了秦城 当然这是后话了 与杨齐青一道参与秦城建设的 还有一个名叫冯基平 他曾任北京公安局局长 也坐进了自己一手修建的监狱 他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 是关于我自己的话 我一定会把它修得更好一些 秦城监狱犯人的编号 秦城监狱犯人的编号通常为四位数字 前两位为年份的编号 后两位是入狱顺序的编号 我们以编号9527为例 即为1995年的第27个犯人 曾阿宇被判刑后 他的编号是0702 也就是2007年收押的第二位官员 他是在2007年的7月26日被关押 按照这样的编号来看 大半年过去了 才入住了两个人 在那时期的秦城监狱 可谓门庭冷落 甚至一度传出要被拆除的消息 直到习近平总书记上台 随着习近平和王岐山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18大以来有近500万官员被调查 总计有130多万名各级官员被抓 可以说关押省级以上级别的秦城监狱 已是人满为患 这直接导致市委书记级别的犯人 也只能在普通监狱服刑 曾担任广东贸民市委书记 和贸民人大常委副主任的罗英国和朱玉英 因贪污入狱 不过由于他们二人级别不够 只能屈尊被关押在广东贸民的一个普通监狱里服刑 于是他们二人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 他们住在一个居住了14人的牢房 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 学习背诵监狱里的行为规范 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往小灯泡里装灯丝 据说罗英国这位曾经的大佬 刚进去的时候 由于手艺生疏 每天只能勉强搞定1000个灯泡 但是为了完成每天的任务量 连上厕所都憋着不去 最终练就了日产4000个灯泡 手速堪皮打XX的少年 而6月年长的63岁的朱玉英老兄 由于年纪大了 产量略少 但是即便在老花眼 糖尿病的影响下 也依然能够坚持每天生产2000个灯泡 可见级别不够的下场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 不但让秦城监狱重新焕发了青春 秦城监狱还被赋予了反腐畅联的教育基地的功能 党中央时常组织一些中央部委公检法机关的人员 去秦城监狱参加教育和学习 国家审计署也曾组织过50多个司级干部 参观秦城监狱 以警校友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 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在这个党大于法的国家的最高级别的监狱 就好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你抓我 我关你 你逗倒我的老爸 我再把你的儿子关起来 随时都要做好自己什么时候 也要被关进去的觉悟 这让人不禁感叹在这样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里 究竟什么可以约束权力顶层之间的相互恶斗 不靠法律 而是靠政治势力之间的正确站队 不讲对错 而是凭谁的手段更为的毒辣 偌大一个国家权力最高层之间的恶斗 更像是江湖帮派之间的恩怨情仇 对于他们而言 所谓的法律 不过是胜利者的遮羞部而已 而所谓的什么最高规格的监狱 也不过是胜利者的私人寿龙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